我去看到这些所有的研究的世界中心之后 我发现都是扯麻麻烦的 为什么 他们基于两个问题 完全不了解中国 完全不了解中共 所以这不了解中国 不了解中国 定出了所谓的轴心文明 轴心文化是纯扯的 特别是美国的所谓中国的叫费正清 费正清讲的所有的中国 到目前已经一一验证全是错的 包括当时洛格菲勒家里边支柱的 在这个帕克大道的 最牛的 我三天前刚刚去过 叫亚洲战略中心 亚洲战略中心的主任叫欧文秀 是原来布克林大学的校长 是希拉里克林总统的最好的朋友 所有的亚洲战略中心和胡佛中心 还有费正清中心号称三驾马车 最了解中共和中国的 现在又是如何呢 被共产党全部拿下 一个被收买的精神历史哲学的研究机构 都能被收买 你还相信他得出的结论吗 最后美国人他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他没相信爆料革命 没相信我们新中国联邦 这才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就是堪纳迪州的 这些甘乃迪先生 还有这些议员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提案 这当然没有爆料革命 不可能有周心法 做了一种 恿名的 杨联 estado 李肗 李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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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故аны 不然 南